我現在我自己用的一按就開了 然後一碰到它就變高溫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是怎麼樣 已經到第三代 它第三代呢它就有防霧處 你不小心碰到它也不會跳過去 那以前呢很多人會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我感覺42度不夠熱 按熱一點很舒服睡著了 早上起來燙傷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但是呢我們也一樣 就是說如果有看護 他每一個小時要來看一下 每一個小時要來看一下 那這個是比較好 這種就是因為使用不當 比如說我這樣放的感覺很舒服 那我認為高溫比較OK 只要睡著了以後久了以後就被燙傷了 對對對 這個是會有這樣的 那包在布套裡面 會不會好一點 包在布套裡面是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會被燙傷的問題 對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或者說給它隔著一個毛巾呢 會不會好一點 那也不用隔太厚 因為有隔這樣就夠了 但是42度絕對不會燙傷 但是你現在是會擔心那些看護是不是有這麼牢靠呢 那現在就是這樣 我要講的呢 就是像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絕對不會有燙傷的問題 對 不會有燙傷的問題 因為不會有誤觸 就不會誤觸 對 這個 在這個地方是不會誤觸 在手上那地方也不會有誤觸 這個不會 這個不會 沒有不是誤觸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改良 改良到它怎麼觸都不會有問題 已經不會有誤觸的問題了 那你不是說 那有安全開關了 那 只要設定了42度 它就 你要按還要再按3秒鐘放開 它才會啟動到47度 哦要按3秒鐘 如果你一直按著 按個8秒鐘 10秒鐘 它就被你關掉了 因為它就是如果你誤觸到了 過久了 它這個就有問題 它就是把你關掉了 哦這樣 嗯嗯嗯 嗯嗯 了解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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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 新的設計以後 就沒有人來 說 它有被 湯上的 機會了 對 就改善了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自己用的 自己用的這個是第一代的 你們這些都不賣的 哦這樣 因為第一代不賣 為什麼 不小心碰到 它就 高溫了 哦這樣 對 所以現在賣出來的都是 都是有安全 對 嗯 了解 是這樣 好謝謝